1949年至今 台湾秋台又同时产生双台共办效益的例子就有十次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民国67年10月 中度台风AURA受到尼娜的影响 台风中心从东部海面经过 造成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严重水灾 另外一次是在民国58年 强台爱尔西受到后来生成的弗劳西牵制 双台在台湾停留多日 全台受创惨重 北部台湾大盐水 东北季风带来水气 不仅让秋台风雨增强 也让洞线更捉摸不定 加上每回秋台从东部铺台 北部以及东北部一定是强风好雨 民众不可掉以情形 好来我们请立刚帮我们分析一下 所以只要一进来的话 这个秋台就是不得了 特别是北部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要提大家注意的就是在于说 这个台风呢 之后会从我们台湾东方的外海北上 那北上的距离就很重要了 这距离近一点啊 相对的雨势来说就更大了 那但是刚刚这个旗台也讲到的 这个秋台的部分 大家要特别注意 也就是所谓的共伴的效应了 那共伴效应的发生 当然就在那个交汇的点 这个点落在哪里 那个地方一定是下超大豪雨以上的雨量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 当然从礼拜一以后开始 这台风呢 从巴士海峡逐渐的要转 东北方的时候 因为北方刚好又有封面要下来了 这冷暖空气这交汇之下呢 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主要就是降雨的部分 尤其我可以列几个地方 像在新竹啊 新竹的山区 尖石啊 那到了桃园的山区 像石门水库的上游 还有包含台北的山区 像阳明山区 然后另外呢 就像基隆河的上游 东北角 还有包含了基隆 还有包含了宜兰的山区 太平山区啊 这些地方呢 还有雪山山脉部分 那在花林以北的部分 这几个地区呢 在下礼拜一 一直到礼拜三之前 都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台风刚好会 从我们的东边外海北上 但是很重要一点哦 这台风如果北上的角度 它转得更大 更偏外海的话 那这共半环流 只要在海面上 那我们的雨就没事了 就没那么大的雨了 但是这共半环流的交接点 如果是在陆地上的话 那雨量一天下来 就可以有破百的力量 所以美亿亚 美亚 上次 就是让人家气象体 不是没有在上修那个雨量 对不对 可是都弄不清楚 那马亿旧今天 会是好的啊 可是当立冈就在提醒了 你一定要注意 不是只有风的问题 雨这次他 刚立冈就点那么多地方啊 特别别不要很注意 马英九总统 他刚刚讲的内容 我觉得非常同意 那个沈医师讲的 他非常care 媒体在这个台风里头 扮演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马总统今天 他拉紧神经 把所有的部会手上 找来开这个会是应该的 人民第一 那你也不要忘了 其实媒体是在帮忙 他刚刚马总统也讲说 所有各县市 包括中央的一一九线 不可能满线 不可能满足说 一次打进来的求救电话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媒体这么开放 尤其是电子媒体 24小时 其实也是帮政府的忙 所以不要太care说 媒体在这里头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我想 所有媒体的人 他都不希望说 台湾的人民 台湾的同胞泡在水里 被活埋 所以其实 过去就是八八水灾 某种程度来讲 是螺丝也松了 站在地线的县市政府 他螺丝松太多了 有人还出国去了 那比如说 刚刚 立刚兄讲的说 他在这个节目里头 一再呼吁说 200公里是多少 2000公里是多少 没有人听得懂是多少 所以他连图都画出来 他还搞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教育 就说其实大家所有人 其实我们以前念书念过 只是你长大以后 把他忘光光 就是2000公里到多少 不知道不记得 所以我觉得 以马总统来讲 今天晚上就说 我想他是 默阿克的台风 带给他一个震撼教育 那今天以人民为第一 不要忘了 明天正是中秋节 中秋名 大家不要去 只有送月 不要去牛肚送 不要去烤肉 不要说 拜托 八八节 拜托中秋节 哦不会啊 这个我倒要反驳一下 这个中秋节 还是建议大家去烤肉上月 因为最重要呢 台风还没有进来 明天还没有事 不要被媒体吓到 很多电视台把这个台风 讲得多恐怖多恐怖 很重要 你要听我们专业气象主播 再怎么讲 什么时间是进来的重点 像我刚刚一直提到 礼拜一 礼拜一是重点 因为礼拜一那个时候 的雨势来说会大 但是明天呢 台风还在菲律宾 倒是菲律宾要注意防灾 因为菲律宾明天灾情 绝对会很惨的 所以菲律宾地区 一定要做好防灾 不过 台风里我们那时候还有 九八百多公里 那那时候它根本还没有进来 所以呢 就是请你烤肉不要在海边烤肉 因为海边风浪会比较大 所以礼刚就是礼拜一 明天一直到礼拜天 事实上你烤肉都还是可以的 明天到礼拜天都还可以 但是东部的朋友会发现 到礼拜天的下雨 雨势开始要变多了 所以雨量是礼拜一开始大起来 礼拜一的时候这个 雨量 因为雨量都是用累积的 那礼拜天的时候 整个环流开始进来 东部的雨会先开始下 所以东部的天气条件来说 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就不理想了 之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这个北部 东部的雨量就开始会比较明显 那雨是累加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你注意到整个 我们在预报上 像气象上面 告诉大家这种雨量 累积到多少多少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特别注意了 你说礼拜一可能雨量开始大 那可能会持续大概几天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台风的话 到了10月7号 礼拜三的时候 差不多还在我们台湾 东边的外海 但是 礼拜三还在啊 对 礼拜三还在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刚好卡到一个问题 这个台风走到菲律宾 它在菲律宾 我们现在算大概停48个小时 它可以在菲律宾 所以它刚好停在那边 让我们过中秋节啦 对 但因为它停在那边过中秋 为什么 因为刚好我们台湾的高空场 有一个高气压挡在那边 那我们气象上叫做它 这个台风进到的这个安行场里面 那安行场呢 它卡在那边 它就速度变更慢 那环流在菲律宾那边 就一直持续被破坏 所以它强度等到接近台湾的时候 还会再更减弱 不会像CNN讲的超级强台 这昨天媒体的错误解读 把观众全部都吓个半死 CNN修改了 CNN修改说不再是强台 对对对 所以算是比较好的消息 可是刚刚立刚提醒 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 下礼拜开始 那如果停留时间久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那刚刚立刚讲说 可能雨量大地方也很多嘛 段老师专门研究土石流 跟那个水土保持的 那刚刚点了很多地方 就要很注意啦 我是对北部 没有那么担心的 因为北部这个经验比较多 其实老百姓 以前邱台来说北部 对对 老百姓的感受 就是说它那个地方 发生过比较重大灾害以后 它们自己反应就会比较好 那其实三奔 我们现在最头痛是三奔 三奔根本没有办法预测 土石流有办法警戒 就是水土保持局 那个土石流警戒还确实有效 但是三奔你现在 没有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说 预测哪边会三奔 那三奔正要垮你也没办法 所以我刚看到说什么 院长他讲说 三奔要找谁算上 也不用算了 三奔一盖掉就没有了 就结束了 他是说他官员 对 负责的官员 没有疏散的 那你现在就说 把 尤其现在好像 阳县长叫得很大声 把南部那个下坏了 干啥呢 没有必要来 还是好好过个中秋节 那真的如戴立冈先生讲的 好好过个中秋节 烤个肉一下 心情放轻松一下 那礼拜一可能会有一些水 南部 南部大概我同意说下了雨以后 它的问题会比北部好像 它只要不要下那么大雨 它就会有状况 因为它已经淤起来 那特别要注意说 你那个蹄膀破过一次的 最近这次只堆了沙包的 那个是下大雨是没有效的 但是 还要看雨 雨根本下的不大 没事的 段老师刚提的一个点是重要的 以前北部为什么 灾害比较小 因为它有些地方 以前都淹得很厉害嘛 有经验 对了像新竹尖山 什么五峰山 五峰山 五峰山那些 它已经知道了 可是 因为像上次的那个风灾 又变成是在南部 搞不好北 所以北部这次不能大意 北部绝对不能大意 我是 我不是专家 我是受灾货的立场来说 你受灾货 2001年 那个9月那个纳粒颱风 我到现在我一辈子都记得 所以 因为那时候7年前 我在中间电视服务 就是你这个主持人位置 我记得主持到一半 淹水淹进了 因为在地下室 所以我很反对高华助部长说 在地下室办公 我反对 因为纳粒颱风 没有错 那一次我记得是800 800毫米 但是因为马英九市长 没有督导好玉城抽水战 这也许这个嘉卿 嘉卿力言可以补充 我觉得台北市县 一定要保持高度危机意识 那一次整个市民 没有危机意识嘛 那天你知道吗 中天断讯 电视台就好 三天断讯 多严重 刚刚段锦浩教授 讲得非常好就是 你看他对 南陀信义乡进行这个主训 就没有人祸了 我觉得台北县是特别是 你看三天前基隆市 只下了80 就淹水 基隆就淹水 所以我觉得都会区 因为我觉得像这个 豪市长或是周县长 请你们 把这个危机意识 把相关知识 尽量灌输给大家 我觉得需要 就像我们对华力了解一样 不经一事不长一致 我觉得北都会的都会区 大家要加强这方面的危机意识 台北人我觉得他资讯多啦 危机意识其实也强啦 但主要问题像纳利丰灾呢 根本是一个人祸嘛 他就非常简单 雨也没有超大 可是呢就因为水门忘了关 所以那个水就冲进来 把郁城抽水站的这个抽水机 给淹没了 那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的抽水站 因此就马上泡汤 整个台北就沦陷 那这样的过程里面 老实说非常惨痛啊 可是死了二十几个人 马英九好像也 没有学到什么教训啊 这也难怪为什么今年八八水灾 他去参加婚礼啊 什么有的没有的啊 去年三个台风 他又在那里什么体检啊 华龙舟啦 游泳啊 这些事情被大家那个 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他如果在 纳利风灾以及有受到教训 根本八八水灾这个事情 就可以降低很多的伤害 立刚特别提醒我们 这是台风 礼拜一开始下雨 可是它持续时间可能是久的 刚刚七江姐也讲了 这台风影响是大的 我们等一下进一步来追踪一下 包括 明天早上有些地方 已经开始要撤离了 那标准到底定出来的没有 我们等一下会来追踪一下 马上回来